是来自选自ICCV2021 它是由脸书AI实验室提供的一个工作 名字叫联合音视频DeepFake检测 它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因为视频还有图像的DeepFake 前面应该有很多同学介绍过了 我也不是主要做这个方向 所以说背景在DeepFake上面的背景 我就不多过多的介绍了 就是说DeepFake它应该可以理解成是一个DeepLending加Fake 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虽然具有一些娱乐性 但是也有可能存在着被伪造的这么一种 伪造影响或者是传播错误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伪造DeepFake的过程 它其实是分两方面的 一个是在视觉领域 还有一个是在听觉领域 那这篇文章就是联合视觉和听觉 来进行这么一个DeepFake检测 这么一个过程 目前来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对于视觉DeepFake的探索 它是产生了许多的检测的方法和数据集 但是在音频方面 音频DeepFake 比如说文本到语音的转换 或者是直接语音转换系统 文本到语 音频DeepFake的话 它是主要的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就是说TTS文本转语音 就是说我给你一段文字 可以通过机器合成 或者是一些算法 直接转换成语音 那么还有一个VC 就是说语音转换 语音转换呢 其实相当于一个变声器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把一个人的声音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对音频DeepFake 以及视频和音频两种模式间的关系的探索呢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是远远没有视频DeepFake 纯视频DeepFake那么多的 所以说这篇文章也就提出了一个 比较新颖的一个视觉听觉联合虚假检测 这么一个任务 利用视觉和听觉两种模式之间的内在同步来进行检测 那最后的实验也表明呢 所提出的这种联合检测的这个框架呢 是优先优于 性能是优于独立训练出来的模型的 同时呢对未知类型的虚假检测上面呢 也更好的也具有更好的放化能力 我们刚才可以回到这一页的这个这张图里面 这张图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它的两张图片A和B 它的第一行都是属于真视频 下面那个字呢就是真视频里面 这个人物嘴型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那么他们的第二行呢 都是被不同的创改算法进行操作过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第一幅当中是通过一个非swap 这样的一个操作 发现嘴型和字母 我们可以和它的真视频进行对比 是明显跟不上的 不对应的 那么第二张图也就是B当中呢 它是经过了一个叫假唱的这么一个算法 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嘴型动作和单词的发音 之间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那么作者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 所以说他提出了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一个结构 我们直接看论文中的方法 文章呢 它是涉及了作者 他自己设计了三种融合音视频的这么一个方法 那它的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了左边这张图 它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里面的没有鼠标 PV和PA V是video A是audio PV和PA都是对 分别是对视频流和音频流 判定为假的一个概率预测 进行预测的这个网络呢 是大F 是大FX 它分为两部 一个是特定提取器 也就是这个公式里面那个Fθ 特定提取器主要是将输入的视频或者音频 映射成一个特定表示 那么它的第二部就是将 就是它这个 F5 这个F5 F5是将第一部Fθ提取出来的特定表示呢 映射成一个标签 就是可以看到它第一个提出来的融合方式 就是根据这个分类吧 就是当我的视频和音频都小于0.5 也就是概率都是小于0.5的时候 我这个这整段视频我才可以判定为假判定为真 当然两者当中视频流或者音频流音频流当中任意一个 它的判就是判假的概率大于0.5的时候 那么整个视频我都把它判作是假的 这个文章当中它这个网络的 也就是它主要运用到这个视频 就是分类器的主要结构呢 它是引用了下面这个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来选自于CVPR2018年的这篇文章 它文中呢并没有过多的叙述 它这个是怎么判定的 原因呢 文中也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它这个backbone是只是一个分类器而已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文中的这个分类器 改成一个现代就是最近比较 因为它这个2018年的工作了 如果说把它改进成我们现在比较用的 较强的一个base line的话 它的性能可能会更好 所以说文中并没有过多的去追溯于 它这个那个分类器这个backbone是怎么实现的 而是作者主要是集中于它是怎么进行分类的 那它除了第一个之外呢 它就作者提出了第二个它的融合方法 也叫做laterfusion就是后融合嘛 后融合它这个和1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呢 是在于对网络的最后一层 也就是文中写是b当中这个d这个区域 最后一层生成的特征呢 直接进行融合 当然这个融合的方法呢 有相加也有就是直接拼接等等 文中用的是直接先加就是将两者将视频流和音频流之间的最后最后一层的特征直接进行相加 然后对融合后的特征呢放进一个分类头里面进行预测 它这个里面的大G呃表示这个大G这个操作呢是包含了两个操作 一个是FC它的逆函数 这个逆函数表示的这个 哦来来解释一下 它这里面那个视频流 左边的红色红色红色框呢是视频流 呃它的维度呢是T表示的 它是它的真视频帧数 也是它的也就是它的长度嘛 C呢是代表视频视频的这个通道 H和W代表它的高和宽 呃右边呢绿色是代表的它的音频流 它是也是 它的 它的长度呢是TA 然后通道数是CA 然后因为它 进行的是呃对原始原始的步行图进行直接直接进行处理的 所以它这里面的一个维度是呃写成了1 那这个公式大计呢呃就里面包含了两个操作 一是对最后的对两个流两个流的最后的一个呃特征呢 直接进行融合融合后以后呢 直接把它放放到一个分类呃分类头里面进行分类 那它这样的效果呢最后也说呃这里面 它这个第二个方法呢在通过实验以后被作者直接遗弃掉了 原因也很简单嘛 因为你因为你是来自于因为两个特征分别是来自于两个模块 一个是视频和呃一个是视频流 还有一个是来自于音频流 它这个特呃模态呢呃没有是直接进行融合 并没有进行一些对齐啊这些操作 所以说它的效果是肯定不好的嘛呃 B呢是相当于在做改进之前的一个方法 它主要是为了呃引出作者第三个方法 也就是C这个方法 C这个方法就是在刚才B当中呢进行的一个呃 进行的一个改进呃我们知道就是说视频视频信号的特征 它刚才是说是TCH特征维度呢是TCT乘C乘H乘W的呃 音频信号特征维度呢是T乘C乘E的 由于维度大小是不匹配的不匹配的 所以说要对音频进行一些呃音频的特征进行一些处理呃 作者首先呢呃就是对音频特征进行了一个一乘一的卷积 将它的就是这图中递中的一个显示 将呢它它是将呃一乘一经过一乘一卷积以后将这个时间轴呃 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它是因目的是为了将音频流和视频流在时间维度上进行一个对齐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呃 呃 因为 因为音频流这个有一个维度是一而它的视频流它的有那个维度呢 它的大小是H乘W嘛 就是说呃将音频流再进行一个复制H乘W4进行一个堆叠操作 来对齐呃空间轴 也就是这样经过两步以后呢 就是时间轴和空间轴它都是对齐好的 呃就是将音频信号堆叠成一个和视频信号一样的一个维度表示 呃最后呢通过最后通过一个联合训练的一个方法 就是将呃将就是网络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动的学习到音频和相应和相应的视频区域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在每一层呃音频和视频的表示呢 将呃音频和视频表示将与当前同步流进行融合 作为下一层融合的一个输入 呃就是这个箭头所表示的一个区 箭头所表示的这么一个方向吧 那作者在后面呢又提呃又说 因为就是说因为不同的关系 因为不同的位置要关联起来 不同真的关呃真位置的关系呃要关联起来的 真的位置要关联起来的话 在音频和视频之间呃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时间对齐 呃作者呢又引进了一个叫注意力机制在里面 呃注意力机制它其实是为了生成一个群众嘛 呃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呃呃作者提出呃用了是用的是三个注意力机制 呃我们以第一个就是说相互注意力为例的话 呃因为说因为音频 它是刚才说它的大小是T乘呃T乘1 呃T乘C乘1的 而视频流呢是呃T乘C乘H乘W的 那么首先第一步因为它的他们两个呃 视频和音频之间的通道它是不唯一的 所以呃是不一定是不相等的 所以说作者使用了一个EV卷机 呃呃将两个C将两个通道 将将两个流的通道C都加缩加缩到了一个通道里面 呃也就是说变成了T乘E乘H乘W 然后音频流呢是变成了T乘E乘E 呃T乘当中的每一帧都对应着一个特征 那个每一帧那个特征大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E图里面 这个呃H乘这个特征大小 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H乘W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说其实是把一个二帧的一个东西 我理解成一个ED的东西 呃一帧一帧的东西 那么这个图里面 可以对应的直接以这个呃这个公式里面看 它这个呃FFA的话 FA因为是是T乘是T乘 因为经过上一步处理以后 FA是变成了TA乘H乘W 而这里面的FV的转置是变成了 转置的话就变成了H乘W乘TV 那么两个相称以后就可以就可以得到是TA乘TV 而我们经过上一步是将TA转化成呃转化成了TV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最后就变成了 这这一步公式相牵以后就得到了一个TV乘TV的这么一个矩阵 呃这个矩阵的含义就在于呃 以第一个格格子为例吧呃 第一个格子呃 它是一个呃 来自横行是来自于视频流的一个一帧的一个特征 那么它的竖行 一列一列它是来自于呃 呃音频流的一帧一帧的一个特征 那么它的重合部分就是 相相同的帧当中呃音频流和视频流的同一帧的特征的相关联性 这个图中呃灰色的部分越深 说明他们的呃就是音频流和视频流的当中的帧的关联性越强 呃就通过这一步通过这一个呃呃 呃引用了一个注意力机制吧 来加强了他们之间就是音频流和视频流之间的关联性 这就是作者提出了三个音频音视频呃融合的这个三个三三三三方法 那作者通过实验呢比较了这三种方法 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数据集 数据集呢作者首先是用的呃 一共是用到了两个嘛一个是FF呃这个FF数据集呢是deepfake中的一个呃 基准数据集吧里面包含了5000个音频通道的视频序列 其中呢呃这些视频通道也就是篡改的方法呢就是经过了下面的四种呃其中呢最后 在作者在通过实验以后呃作者发现FF当中的英语语言都并并不是英语呃呃 但是他训练的时候呃最后的实验表明性能并没有下降 这说明就是也就是作者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结论就是说不管是在哪种语言上呃 呃他这个东西都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能力的 那么第二个用到的数据集就是DFDC 它是一个最大的deepfake数据集嘛 拥有一个呃超过10万个呃音频纯音频的纯呃纯英文的纯英文的视频和音频序列 就是说为了保听为了保持呃音视频的同步呢 作者就移除了移除掉了那些来自呃非远的这些序列 那作者呢将这些呃将这些数据集分成了三个部分 然后每一个部分的呃视频为真视频为假真视频为真视频为假视频为假视频呃音频为真 然后丢真丢假的这个数量是保持一定的数量是保持平衡的 最后呃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图中这里面的呃 indp表示的就是作者提出的提出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两个呃音频流和视频流独自训练 呃第二个呢lidfuse就是指就是刚才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将他们的特征直接进行融合 没有经过对齐直接进行融合呃第三个二加一流呢 就是表示作呃就是作者提出的那个最后第三第三种方法 是经过先对齐以后然后再进行融合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呃 attention type 表示的因为他后面又提出了三种注意的机制 来为了加强音频流和视频流之间的这个联动性 所以说呃作者也对这三个注意力机制进行了呃加进去进行了一个分别的一个对比实验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id就是指在呃呃 video 纯视频视频视频流当中他这个取得的效果呃 aud就是audio的呃的取得的效果整个户呃后呢是是在对于音频流和视频流联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效果呃这个呃 他这些数字呢表示的是分类的准确性而括号里面呢是表呃是另外一个呃另外一个评是auc这个评估表准吧 可以看到就是说作者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使用的是第三种方法和以及什么联合呃在使用联合注意力的话他取得的效果都取得效果比较好 那最后总结就是说文章提出了一个其实最这篇文章对呃主主要的这个网络架构这个嗯backpoint他并没有进行一个呃有什么吸引的呃吸引的吸引的想法他主要是提出了一个后融合呃融合的这么一个概念 提出了一个通过呃联合视频和音频模式来检测debfake的这么一个新任务然后在是因为在视频因为在现实当中嘛我们是并不知道 呃一段给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视频他是视频部分还是说音频部分被哪一个部分被藏改了还是说都被藏改掉了所以说本文就是利用呃学习到的视频和音频的内在同步提高呃提升基于音频和视频的debfake来提升他们的性能然后在其他的一些未知的模型当中也呃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方法 感谢观看